创造一个经典的音乐作品 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一个有质量的创作 有质量的观众去聆听 在正确的情绪下 在种种原因的支撑下 在一个舒服的环境 观众与听 观众与演奏员还有作品 产生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 connection 一个连接或者交流 这会就会带动这个作品 深深的流传下去 这个我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以前的音乐会 确实有发生过这样的一种情绪 就是在首演以后一泡二红 我确实也在首演当中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 那么说谓音乐作品本身 我是觉得首先 我有听到有人之前有问过我 就是说关于朗朗上口的好的旋律 和一个旋律很丰富 这两个有什么理解 那么其实朗朗上口的旋律 就是普及 旋律不太复杂 它是很清晰的很简单的 就是谁都能唱 医生能唱 律师也能唱 要都是这样子 那么旋律丰富是牵涉到作品技术 你必须要非常的有针对性 去展开旋律当中的一个动机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 曲式结构啊 和声啊都得要下很多功夫 所以往往 我说往往啊 这两者是不相通的 是两个方向 那么如果能够在 这两个方向中 取到一个中庸之道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作品就能成为经典了 我这么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旋律如果它具备很简单 很差很容易传承这个可能性 同时它又有它一些 作曲上的奇妙丰富之处 那可能这个作品就会成为 专家的研究对象 但同时也是广大观众会喜欢的 很有可能 经典就创造了下来